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按讚樂手槽頻道 並且分享給自己的朋友喔 需要字幕的話也可以點開CC字幕 也歡迎選購樂手槽琴帶及搖滾後背包 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樂手槽喔 調整整合效果器總是手忙腳亂嗎? BOSS推出全新 GX100 效果器 是幫助你快速 setting 得到好音色的好選擇 全新彩色觸控大螢幕 讓你快速拼好自己的數位效果器盤 參數調整更快速 更重要的是大螢幕可以更好掌握自己演出的狀況 BOSS獨家 ARD 技術大幅提升 GX100 音色的透明度與真實感 讓你從聲音到操作都有感大升級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什麼什麼 在我旁邊是姊妹仔熊 Hi 大家好 以及我們今天的特別老師 That you um you had 特別來賓 家裡賓老師 江大歡迎 Yeah 啊 卡文說要做貝斯呢 對對對 我們今天 我們來了 我們今天講到貝斯的話 其實我們 應該要提到第一把貝斯什麼 像我們一定這樣幾套 我們就講 Las Paul 跟Stradicaster 或Stradicaster 對 然後 那貝斯的話呢 江老師為什麼會先 是你手上這把貝斯 因為我們先拍這個 哈哈哈哈 因為實際上就是 也有統計 在有電貝斯以來錄音錄最多的兩種琴 一個就是Fender出的Precision Bass 然後一個是Fender出的GS Bass OK 但是這兩個樂器呢 因為就算是Precision Bass 生產到現在也已經超過70年的時間 對 所以他們的這個受歡迎的程度有所消漲 嗯 對 那麼大概到70年代 1970年代中期以後 Jazz Bass的受歡迎程度是比較高的 啊 對 所以我們先從這個開始 嗯 所以我手上的這一支呢 就是所謂的Jazz Bass Jazz Bass 對 1960年發明的Fender Jazz Bass 對 那他有什麼特別之處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這個琴是最常拿來做錄音用 原因一 因為當時沒有更好的東西 哦是 對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對 你知道在大部分的紀錄上面 一直到1960年代末期的時候 只要是電貝斯他都講Fender Bass 哦 對在那個錄音的紀錄上面 他不會跟你說 哦這個人叫Electric Bass 嗯 他會他會說這個樂手是Fender Bass 然後怎樣怎樣 那可是實際上從 呃Leo Fender做出Precision Bass 他是1950 51 1951年底 做出來Precision Bass之後 實際上很多家都有做啊 很多家都有做對不對 Rickenbacker有做 Gibson有做 然後英國的很多公司都有做 對 但是還是Fender的這個比例佔比最高 大家最習慣看到這個樂器 最習慣它的音色 所以弄到最後Fender Bass 至少在那個時間來講 已經變成電貝斯的代名詞 Jaspace剛剛像 傀儡剛剛說的 就是1960年的時候才出現 對 當初他會出現的原因是因為 Precision已經出現了10年了 在那個時間 Leo Fender想要提供一個所謂的 Deluxe的版本 嗯 對就是比較高級的版本 豪華 對 那有的人會把這一件事情 比你做像Stratocaster 相對於Telecaster 所以基於同樣的想法 所以他設計出來這個東西作為 Jaspace作為Precision的高級版 好那但是他也有顧慮到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這個名字叫Jaspace 但是他的目的其實不是想要像Jasp... 呃...怎麼講 對 他有點Offset的感覺 對 有一個這樣子傾斜的感覺 這個形狀是直接從 呃... 早一點點推出來的Jaspacer 直接沿用過來的 哦...是 那所以真正的所謂的Deluxe 就是升級版的部分是這個 濕音器 兩個濕音器 然後這兩個濕音器都是單線圈 那為了配合這兩個濕音器 你希望能夠有一些音色上控制的可能 所以呢 最早的圓形的Jaspace上面 他用的是相疊的像音色音量 音色音量疊起來的 我們叫Stack 他音量鈕跟Tone鈕是疊在一起 對是疊在一起 內圈跟外圈轉 就像BOSS的效果是一樣 欸對對對 然後同時他底下的那個音色鈕 有做成卡榫的感覺 可以掉 咔咔咔咔這樣掉 哦... 呃... 後來很快的那一個設計就被拋棄掉 是 對 就變成現在這樣 當然那個設計後來在 呃... 比方說Fender的Reissue上面 你就可以看得見 或者說像現在 在Flea Reissue paper的Flea的簽名琴 因為他用1960年的Jaspace 是的 那一支粉紅色的琴是人家送他的禮物 然後那一支琴上面就是保持原來的設計 嗯... 所以那個設計現在也有人在用 但是實際上被換成這個東西的理由 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你多一個 可變電阻 你的音色就會有一點點改變 哦... 對 對 所以弄成這個樣子的話 就是後來變成比較受歡迎 就是大家覺得這個是好控 然後音色又OK這樣子 所以他這三個鈕現在的控制功能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他是兩大一小對不對 所以這是音量 這是前段的音量 這是後段的音量 然後這個是音色 Master Tone 對Master Tone 對那本來是兩個獨立的Tone 他音色調整應該有更多的可能性 可是 以我們現在的標準來講的話 可能比較不夠亮 是 對 好 那另外一個重大的改變呢 就是這個也許在 不是Bass手的樂手來講的話 很可能沒有辦法直接用看的感覺到 是這個 Nux 對這邊的寬度 哦... P Bass因為在當時手工的部分居比較多 對不對 早期的時候 對早期的部分手工的比較多 所以它的寬度一直都不是很一定 哦... 但是... 但是基本上大概維持在 一右四分之三英寸附近 是 對 對 一右四分之三英寸附近 然後呢 當它做JS Bass的時候 這個東西被統一成1.5英寸 是比較窄 欸比較窄 43mm吧 我沒記錯的話 嗯 好 那同時呢 這個情景變得比較薄 比較薄 相對於P Bass來講 就是你的那個小粉紅 不是就是很明顯的是所謂的 chunk neck 或者是round neck 對不對 P Bass比較多那個樣子的 然後這個的話就會撥很多 所以我拿這個我會覺得 你自己撥撥看 我好像比我吉他細了 對不對 這個比較窄 對 所以這是當初故意的 因為這個樣子吉他手比較 能夠快速的轉向這個樂器 哦 對 對就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可以來聽聽看它的聲音好了 原來在那個年代 就有吉他手需要轉職的問題 有欸 原因是因為這個其實 有很多的研究跟論文證實 這個事情 然後就是說 在當時因為電Bass的出現 所以本來被放在音樂 比較不被重視的節奏組 我們在那個爵士的Big Band裡面 所謂的節奏組應該包括 節奏吉他鋼琴 鼓跟Bass 對不對 然後管樂組就是所謂的horn section 是主旋律的部分 是 但是當你變成搖滾樂這個形式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是走所謂的small combo 對就是小編制樂隊 對小編制樂隊裡面 因為你的鼓還有Bass的音量變大了 對比以上 對所以你可以做更多事情出來 然後搖滾樂的面貌 其實也因為電Bass的出現而有所改變 哦 對 所以在當時你會彈電Bass的機會 搞不好會比 只是會彈吉他的人的工作機會還多 所以蠻多人想要轉職的 對 可是現在還是一樣 有過這麼一段時期啊各位 對 大家搶當Bass的時候 對 對有這麼一段時期 就是也許彈Bass的機會還比較多一點 所以我們現在來聽一下他的這個聲音 好首先各位聽到的是這個兩個都開 兩個都開 然後音色鈕我先關到最暗 對好的 其實還是很亮耶 對 以想像來講其實還是很亮 所以當我全部開到最大的時候 對不對就真的很亮 好 所以我們通常用這個的時候都不會把它完全開到底 特別是這種被動式的琴的時候 被動式 對對對 因為他這裡面沒有需要用到電路 需要用到有能量的電路 對 所以這是被動式的電路裡面就是 有沒有 他出了 剛剛那個字外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通常都會從最零開始 然後 大概這樣就夠了 對 好 那 後段 像這樣聽起來有沒有硬的 對比較硬的 然後比較集中的聲音 然後前段呢 OK 好 然後也許如果等到我們P-Bass的影片出來的時候 你可以再對照一下 就是同樣是差不多這個位置 但是P-Bass的實音器的結構跟它不同 是 對抓取那個弦震動的範圍不一樣 所以它的聲音聽起來還是比較 有沒有集中的感覺 就是如此 OK 那兩顆一起開的話呢 不知道各位這樣能不能聽得出來 因為我們用B-I收的 但是 後段 前段 兩個一起開 如果你仔細聽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它的中頻 有一點點不見 嗯 對 我們叫做Me Scoop 就是你的中頻有一點點消失的聲音 那 當然原因是因為 你的弦的震動這樣子傳過來的時候 他們抓的時間不一樣 哦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 所處的弦震動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兩邊反映出來的 你知道波形 有一點點不同 是 好 然後在這些時間差跟距離底下造成 它有一些頻率其實會像效 嗯 就所謂的相位的 對對對 就是Face Cancellation 對 他們有一些頻率的像 會因為相位相效的關係 變得比較小聲 嗯 然後這些聲音其實通常是在中頻 是 對 OK 所以 我想大家應該很多人看到 就是Bass手會有一個技巧叫Slap 就是用大拇指敲 然後 對 你可以發出 對 這是一個敲的聲音 這是一個勾的聲音 好 那這個技巧之所以能夠被發明Jazz Bass是居於手工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個音色你真的很難誘發演奏者往這個方向去想 好 對不對就是 對不對很明顯的它有音色上的差別 是因為它相位相效高頻跟低頻 對因為它中頻變得比較少對不對 所以它的高頻跟低頻感覺上更明顯的被分開來 對 你如果用P Bass做同樣的事情 Precision Bass做同樣的事情的話 很可能那個高跟低之間的差異沒有那麼明顯 對 所以說Jazz Bass其實它在音樂 可以對應的各種音樂類型上面它是比較廣 對 因為它的音色的變化比較多 對 但是P Bass仍然有P Bass不可抹滅的區域 對 有一些音樂或者是有一些演奏的方法 也許P Bass更適合 但是如果要我來說的話 P Bass跟J Bass真正的差別其實是你彈奏的手感 對 因為這個東西比較好彈 所以很容易的不小心在這上面彈太多 對 對 就是如果說你現在手上 你對一個東西你要做編排的時候 那你拿著這個 你通常來講會有一個傾向 就是你會彈比較多的音在上面 是 那P Bass比較粗比較圓 然後用的內容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實際上其實如同P Bass一樣 J Bass其實從一開始的設計 至少在1962年確定了這些設計之後 我們剛剛講1960 它中間有一些轉換期 對 有一些不同的設計 但是大概1962之後 這個東西都底定下來之後 說實在話沒有什麼大改 真的改都是小部分的改裝 並不影響它本身的音質 所以這個設計其實相當完美 因為它很好彈 對 然後你要在上面做什麼鬼事情 大概都做得到 我們今天還是有一些 其他的變形可能可以介紹的這樣子 我剛去接江大 然後我在樓下帶給他 他說我等一下揹兩把琴下來 我們還要再拿 他說兩把 你還要再拿 然後這邊將到準備四把 就是偏向Jazz Bass提系的琴 因為我們看這一把不是Fender 這把是Gracco 對 這是日本的Gracco公司 然後我查了之後 我想應該還蠻確定的 1976年的 1976年做的琴 然後像這個琴的話 就是很明顯的 它長得像Fender出的產品 對 但是有很多東西不太一樣 比方說紙板的弧度 紙板的弧度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 背帶扣的位置 大概低一點點 對很奇怪的位置 然後這琴巧我換過了 如果你拿每一場的護板 你可以看到我這上面沒有護板 因為我找不到一個洞是對的 哈哈哈哈 就是歪那麼一點點 要全部重開的那一種 對在70年代的時候 日本的樂器工業 是在起飛的階段 好那他們在當時做的事情 就是仿做當時最紅的日本 對不起 美國的廠牌的樂器 對 那很多時候 因為日本人的 龜毛的工藝精神 所以他做的比這個 原廠的東西還好 對 最有名的例子是 仿Rick & Becker 跟仿B.C. Rich 對這兩家真的做的比 原來的還要好一些 哇塞 對 那當然其他Fender 什麼也無一倖免 Gibson也是嘛 對 然後這樣子的東西後來 因為在80年代初期的時候 Fender跟Gibson聯手去控告了日本 對希望把這個著作權的事情 能夠釐清 他們不要再做這種 仿的東西了 那因為有法律的介入 所以後來這一批70年代 曾經仿造的非常像 但是不能再做的行為 我們叫Lowsuit 對 法律控訴版本 對 好那如果你有機會找到的話 這是非常值得投資的東西 因為你如果願意犧牲那些小的 不正確性的話 這些琴的品質其實都非常好 對可是你買來通常都要改 我這個改過這個改過這個改過 噢實音器沒改 實音器很好聽沒改 噢實音是原廠 對實音器是原廠 然後這個裡面所有東西都換掉了 因為原來都不能用 年代久遠了 對就壞了 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樣 好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最基本的被動式的 Fender四旋大概是這樣 是 好那我們現在應該可以換起 換起來 來介紹另外一支 好那 這把是真的Fender 末長 這是末長 對末長的 但是這個上面也是 一大堆東西都不一樣 對 然後就是這個我想 應該是原來我們的朋友小瑞 小瑞 我想可能是最早是小瑞的琴吧 我猜 因為無形哥的關係 對 沒有沒有 然後這個Body已經不知道被塗過多少次了 對這是一個非常瓦賽的Body 好可是在這邊 在這邊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想要分享給各位 有在看這個影片的人 就是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Fender的P跟J 基本上是像樂高那樣子的東西 對 對我來講是像那樣子的東西 我很不喜歡買完整的一支琴 然後放在那邊什麼都不要動 對 我總是會有一些東西不太滿意 對 那不太滿意你就換嘛 對不對 就跟你改裝車是一樣的 那在這個市場上面 P跟J是最容易換 任何東西幾乎都可以換 是 對 然後你要去買這個零件啊什麼 全部拼起來 就像你的小粉紅一樣 對 也是可行的 所以像這一支是 本來應該是一支末廠的JSPACE 對 然後但是這個情景 各位可以看到 遠遠看的話 你應該看到它是沒有電 但是實際上這個紙板是換過 對 它是把整個原來的紙板拆掉 然後換無情格 對 所以各位仔細看的話 它這個上面的是線 有畫格子 可是沒有這個格子 它只有格線 對 好 然後實音器也換了 然後琴橋是他們本來就換過 然後這個我也換掉 電路也換了 對 所以你的MUTE按掉了 好 所以你現在聽到的聲音 會變 有沒有跟我們剛剛聽到的聲音 是完全不同 完全不同 然後像這樣子的聲音 是靠只有後面這一顆 對 然後再加比較暗的音色得到的 然後再加比較暗的音色得到的 對 那如果說我現在開的是前面這一顆 但是我把Tone拉的跟後面我可以 這個就是無情格的聲音 你可以聽到它有一個我們叫做 MUTE的聲音 就是西塔琴的感覺 可是也不完全是 對 我們不太希望出現的聲音是像 西塔琴那個尖的 對 它有那個Tone的聲音 但是西塔琴的聲音是高頻 對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聲音是 我能夠從這支琴上面做的聲音是 比較暗的 對像這樣 然後當然我要亮也可以 但是我就沒有很喜歡這麼亮的聲音 大概像這樣子的聲音 對 好 為什麼要特別把這些事情翻來 原因是因為實際上 無情格的這個音色 很明顯的跟有格是不一樣 是 對不對 你這個地方是金屬的接點 但是這邊是金屬碰到木頭的聲音 對 所以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而且因為你的接觸面積 不再是一個單點 對不對 你的旋碰到格子的時候 是一個單點的聲音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手指碰上去 有沒有 它其實是一個面 所以它的音準沒有那麼的 說 對 反而 你有更多的移動上的可能性 對不對 有很多表情上的可能性 對 然後或者是一些怪招 比方說像 就像這樣 有沒有 就你的翻譯是可以移的 就像這樣子 對 有格可以做 但是沒有那麼明顯 是 對 對 就是這樣 好 那 所以通常來說 無情格這件事情跟Jazz Bass 是併在一起的 因為 對 儘管1970年的時候 Fender就發了無情格的P Bass 但是他的無情格的J Bass 一直要到非常非常晚才發行 是 然後這件事情被證明是 Fender的高層 缺乏市場敏感度的證明 對 原因是什麼呢 無情格跟Jazz Bass 合在一起 是因為一個人叫Jaco 喔 對 Jaco Pastorius Jaco的出現 大概在1975年附近 當他發行他的第一張專輯的時候 那一張專輯是 整個電Bass圈 有史以來 我覺得你要說是以演奏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張專輯 也不回顧 對 好 然後那一張專輯 Jaco就是用了無情格的Jazz Bass 跟友情格的Jazz Bass 是 那他的無情格的Jazz Bass 是自己把格子拔掉 對 那是一個很有名的傳說 就是他因為他有很多種說法 但是大概是這樣 把格子用刀子 或者是剪刀或什麼鬼東西 把它搬下來之後 然後在上面填補土 木頭的補土 然後在上面再蓋一層比較硬的漆 這樣子 他的說法是 因為他是羅德代寶人 你知道佛羅里達的羅德代寶 那個地方是海港 遊艇都在那邊出去 那邊是遊艇港 所以有很多修補遊艇的行業 然後他們都會用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的膠去修 然後遊艇的洞 他就拿那個塗在上面 對 然後塗了很多層之後 他發現他那個硬化的表面 可以讓這個聲音有 我們剛剛聽到的那個感覺 對 所以整個無情格的音色 基本上可以說是靠Jaggo 一個人奠定起來 是 對 當然在他之前 有很多人在談無情格 好無情格不是他發明的 也不是他第一個用的 我們歷史上來講 第一個用的應該是Rolling Stones 是 Rolling Stones的Bill Wyman 應該是1962左右就開始在用無情格 是 很早很早就開始用 但是他用的你根本聽不出來是無情格 他沒有我們剛剛講的那些表情的要素在 對 所以Jaggo 應該算是第一個讓大家知道 無情格可以做到這個程度 有這種表現力的人 對 所以後來就是無情格幾乎都跟Jazz Bass 扯上關係 是 對 特別是只用後段的這個聲音 你可以看到我沒有任何的抖音 可是你還是聽得出來它是不一樣的聲音 對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看老師在Finger好像都彈比較後面 對對對就是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如果要開這一顆實音器 我就會彈在這個上面 我如果開前面 我開這一顆我就會彈在這個上面 或因為實音器的關係 決定彈奏的點 對對對互相 互相 所以如果我兩顆一起開 我大概都會彈在 自由度很高欸 對啊 它的音色的變化就是Jazz Bass最大的特徵 就是你可以不斷的挑你的音色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為什麼說Fender缺乏這個市場敏感度 就是因為實際上Fender的無情格 成為最重要的演奏樂器之一 是70年代的事 是 就它晚了20年才出 無情格的Jazz Bass 對 有點怪 對不對 這是不是代表說我想要有一支Jazz Bass 但是我要無情格我就要自己幹 對 那我現在手上這一支是我最新的琴 我最新買的一支 哦 對 它是什麼時候做的 21 有沒有 2021年 2021年 2021年75週年的琴 那這一支是日常Fender 哦 就是現在MIJ的 對對對 Mading假片可是不是Fender假片的 這一支琴叫做 什麼叫做Hybrid 哦 對叫做Hybrid 2 好那 Hybrid的意思就是說它 它看起來很傳統 但是有很多新的東西在裡面 哦 你買這把我的時候我是不是有聽你講 對因為我終於等到Fender願意出21格的琴 哦 21格 對 對因為對我來講我其實真的比較喜歡21格的琴 對就是多了這個高音的E 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儘管它很難拿到之後才發現這個E其實也沒有比較好彈 但是但是有差很多 嗯 對好那所以 然後再加上它又是五弦 是對 五弦21 我一直很想要有一支這個 主動式的五弦Jazz Base 是 對儘管這一支琴出場的配置是被動 對但是我只要把這個套件換掉就好 哦 對就像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這個這些樂器非常容易改的原因是因為你有很多套件可以換 對 比方說像這個就是這個是一個 完整當你買到的時候是連這一塊板子都有 對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食音器用鎖的鎖到這個套件上面去 是用鎖的還不是用焊的 是用鎖的 是用鎖的 然後然後那個電池就在這個的下面 對所以它也不用額外開動 對 所以換電池要把它打開 對唯一的問題是換電池要把它打開 但是如果你沒電的話就是只要把它切成被動 它還可以再切斷 對 那像這個樣子的改裝套件在樂手在Bass手上面就非常的受歡迎 對我想在吉他手上面比較沒有這樣子的傾向 就是在你的樂器上面做非常多的音色的調整 因為我們之前有討論過就是 比起Bass手吉他手是一個更守舊的群體 對 就是很喜歡很老很老的東西 對 對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的原因 那這樣子講的話跟我們這個脈絡還是有關係 我覺得Bass手之所以喜歡這個樣子的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他希望他的控制能夠越接近他越好 嗯 原因是因為儘管你看到很多Bass手 很喜歡用一大堆的效果器 你就說我們家Bass手 我其實我也是啊 我也是 對我如果去彈某些特定的音樂的話 我就會帶一大堆效果器去 但是你不管怎麼做錄音的時候通常來說 都不會用效果器 對通常來說都不會用效果器 也就是說我們其實在意的還是這個樂器原來的音色 對 這個樂器原來的音色能夠有更多的變化 在我的手能夠到的範圍內控制 那當然更好 對 所以這一件事情也引申到另外一個就是你會發現 Bass手其實不太喜歡用縱效 真的你去看學生不算 Bass算縱效啊 Bass算縱效 但是你看誰把Bass拿去當作真的表演的 有一些日本團會他們會放在其中 對不對 當作某一個輔助的音色 但是那個通常都是他幾十顆效果器中的一個而已 對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懶得買 就直接用這個處理 像Zoom的小顆的單顆縱效 50G 50B之類的 對對對 那個MS系列 我們每次用那個啊 對啊 對不對 就是像那些東西你會發現那個其實不是主要的 是 對 然後更多在爵士樂或者是藍調 或者是傳統搖滾樂裡面的人 他們其實更傾向於就是樂器直接接音箱 或者是樂器直接接DI 然後頂多過一個pre 對 那原因是因為我這邊已經有足夠多的控制的話 我就不太需要再做那個事情 這一件事情我的這一塊是改裝過 這個是一個英國的公司叫Jung East Jung East 對Jung East 提供的套件 好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面看起來有一個 對於吉他手來講是很難懂的東西 對 哪一個好懂啊 沒有沒有一個好懂 那我解釋一下 這個是音量 OK然後接下來下面的這一個是 這樣是後段 然後這個是前段 所以我把它擺到中間 好囉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是低頻 底下這個是低頻 所以我這樣 有沒有他有一個會增強低頻的聲音 到再多的話應該可能 有沒有就砸掉了 完全關掉是這樣 好 然後上面是高頻 對 好亮喔 這樣意思的特色是他可以提供這個很glassy 就是很玻璃的聲音 我通常不太敢開到這麼誇張 哈哈哈哈 那當然他另外一面 他的高音是可以cut 對 所以可以變到 這麼暗的聲音也是可以的 好 然後接下來他這一個套件 有提供中頻的選擇 中頻的控制 你有先開到最大 然後呢 我隨便彈一個音 掃頻 對 等一下是掃頻的位置 對 當然實際上他從多少都多少 我是忘記了 誰記得 對 好 但是這個樣子可以提供一些額外的聲音 舉例來講 比方說 當 我想要用後段 但是我現在發現我這個聲音聽起來太亮 太現代了 或者是 有的人會說這個聲音很電 對 那我希望他的聲音聽起來比較 厚實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把中頻打開 然後開始找到一個位置 有沒有聽到他其實已經破了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可以故意給他做一個這樣子的聲音 對 所以我吵回來 跟我剛剛完全關掉 有沒有聽起來 這個聽起來就出來一點點 然後另外一方面來講 我也可以用砍的 比方說 假定我想要一個聽起來 OK的 slap的聲音 好 那現在聽起來很平對不對 我高音低音都不增加的狀況底下 那我把我的中頻 好 好 完全不彈的話 有沒有聽起來就是平的聲音 我低音跟高音都還沒有加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聽起來堪用的聲音 對你就可以得到一個聽起來堪用的聲音 是 對 就像這樣 所以這三個東西的互相調整 會有很大的音色上的影響 對 我自己的話通常是什麼樣子的樂器需要這個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這一支琴會用到slap 的話我就會用這個東西來讓我的slap的音色 變得比較符合我的期望這樣子 對 所以也是因為如此 我才選擇是在這一支上面加 對 原因是因為它擁有一個fender.js比較晚出現的 就是第一支 第一支fender試著做的鼓軒 你如果是正式版的話 要等到90年代末期的deluxe 你知道fender在1990年代末期 有一個超級大改版 就是將色在的時候 對不對 它有新的實音器新的外型的設計 對不對 然後出了american standard american deluxe 那一個系列 那個系列裡面有很好的舞弦 對 但是在那個之前的時候 fender80年代末期不是有出一個系列叫HM系列 就是 長得像metal用的系列 對 那個裡面其實有舞弦 對 但是大家都把那個當黑歷史就是忘記了 因為那個時候是CBS17嗎 沒有 CBS1985就沒有了 對 就是在那個時候其實他們有做舞弦 但是那個舞弦不是很好 是 對 就是fender 所以fender真的OK的 可以拿得上台面的舞弦 要到90年代 對要到90年代才有 那這支琴的話你可以看到這個其實以fender來講 也不算是太舊的設計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我們叫4加1 對 好4加1現在看起來以舞弦來講好像很理所當然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去看一些比較老的fender 其實是5個 會走海的一張 對 那個樣子有一個問題就是你輕頭太大了 對 對不對 輕頭太大了 對還有一個問題是這一條弦太長 對 對 所以後來他們改成一個感覺上比較合理的設計 但是這個其實對fender來講是比較新的作法 是 對 好那如果是要slap的話 我通常比較傾向使用maple的指板 對 因為他畢竟還是 他畢竟還是一個叭的那個聲音 對 那至於琴聲是不是一定要 因為像我們剛來的過程中我們有討論到就是 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說就是所謂的jazz bass 應該要嘛就是elder的body配rawsuit的指板 對 然後ash的body配maple的指板 就跟他們的吉他的思維模式比較接近 對 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這個東西其實是被現有的商品影響到 是 對 我想我們的應該有稍微對fender有一點理解的 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80年代初期的時候fender是最慘的時候 對 CBS的末期 然後新的經營團隊還沒有進來 對 掌握主權的那一段時期很爛對不對 好 然後所以他們你知道他們那個reissue 嗯 那個什麼American57 American62那個reissue 對 是1982開始做的 他們是靠那個東西把fender的名稱慢慢的弄回來 對 那最早做的兩個bass的model就是57的p bass跟62的j bass 是 對 那62的j bass就是標準的elder的body 然後rawsuit的指板maple neck 嗯 對 這個樣子組合 嗯 所以那個就會變成是一個 哦 大家覺得算是fender經典的聲音 定型的 對那當然因為jaco也是用62 是 對還有lis zeppelin的jumpho jones一開始也是用62的j bass 對 那後來因為marcus miller 嗯 對 Marcus miller用的是77年的bass 是 77年jbass 那77年的jbass就是 你知道CBS掌管jbass之後大概在74年左右有一個大改冠 然後其中幾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它的 我這邊沒有這樣子的琴 因為我覺得那個東西結構有問題 就是它這邊本來 三角形的嗎 對對對 這個地方本來是四個墊 對 然後從76還是七幾年 然後改成那個三角形的 就像一個盾牌的形狀 對 而且那三角形 你們沒拆過那個琴嗎 沒有 拆開了 那是不是三個螺絲 前面兩個是真的螺絲 後面那個螺絲是平頭的 What 後面那個螺絲沒有尖 那個螺絲是一個平頭的 那要幹嘛 好 那個螺絲叫做micro tilt系統 意思是你把這兩根稍微放鬆一點點 你可以靠轉動那一根第三根螺絲 把你的情景 角度 微調它的角度 對 那為什麼可以微調它的角度 原因是因為那一個 第三根螺絲上面頂的 剛好是Trust rod的尾巴 的那一個 你知道Trust rod的尾巴要有一個 錘子撞的東西 對 它去壓它 它去剛好頂在那個位置上 對 所以這代表什麼 這代表你必須要把你的調Trust rod的位置 從這邊改到這裡來 對 所以70年代的Fender 也做了這一件事情 對 我們不是有些人會把這個叫子彈頭嗎 對 對子彈頭就是為了這個事情產生 因為原來的Fender是從這裡調的 對 然後但是從子彈頭的Trust rod 開始是變成從這裡調的 原因是因為它要做這個系統 對 對 那你如果是以長遠來看 那個系統我覺得真的蠻爛的 因為你實際上固定只有兩個螺絲 而且你這樣琴Body跟那個就會有個間距吧 對 而且當時的QC很爛 你知道我以前有過好幾支 1970年代的Fender 它可以這樣子拿著 然後這樣子就會發生 咔一聲 然後接下來全部imple 跑半音 然後那個琴琴這樣歪兩度 然後再往另外一邊咔 它又回去這樣子 對 很慘 很慘 這個空間超大 對 所以我70年代的那些琴 那為什麼一直講70年代 原因是因為在台灣很難買到真的老Fender 是 對 特別是BASE 就是我自己一直找來找去 那只要是7年之前的 都貴到我買不下去 對 好所以77年之前的琴 要嘛除非是它已經放在倉庫很久 不然誰有我大概都知道 對 但是77年之後的Fender Jazz就比較多 你可以大概用5萬6萬就可以買得到 對 可是那些琴拿來都好可怕 對 你都要大改 然後很多東西都要微調 對 而且你要隨時擔心它 爆炸 散掉 對 可是它的那個音色真的沒有話說了 就是經過那麼多年的 那個歷練出來的那個深層的音色 是真的沒有辦法比 對 我這邊的琴都欠鍛鍊 對 他們可能還需要大概30年左右的時間 大概那個聲音才可以到 那個部分 好 但是因為Marcus Miller用這個70年代的 Jazz BASE用的非常有名 而且它有裝主動式電 所以就變成是ash body加maple的紙板 然後再加主動式電路 變成是slap的人的首選 所以這一支琴基本上是建立在那個樣子的思維底下 所弄出來的東西 對 那當然有一些東西我是沒辦法控制 比方說body是什麼買來就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看到以我這麼愛換零件的來講 我沒換琴橋 對 原因是這個琴橋底下有一塊銅塊 是 它原來就琴橋底下有一塊銅塊 我會把它拆開來過 它沒有搖墜的銅塊 嗯 增加sustain 對 然後所以它這個地方有六個螺絲 然後這六個螺絲中 其中有兩個螺絲是鎖住那銅塊用的 嗯 對 所以我就沒辦法改 因為我沒有不知道哪一家琴橋 可以做這個事情 對 就是這樣 好 然後最後這件事情 我帶來秀給各位看的原因是因為 大概在80年代中期開始 我們開始出現了一個風潮 很類似電吉他的Super Strat 嗯 好 那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叫Super Strat的話 這兩個人講過很多次 我還沒做什麼是Super Strat 對 那簡言之 Super Strat 就是針對Fender Stratocaster的缺點 做大幅度的改造 讓它符合每一個使用者的需求 但是外型看起來還是Stratocaster 嗯 對 但是這個外型看起來像Stratocaster 你必須要有的一些特色是什麼 就是比方說Stratocaster的雙切腳 對 你這件事情一定要維持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的琴頭 本來應該是說要長得像Fender那個樣子 對不對 也就是說如果你長得像P-RS 你就不應該叫Super Strat 對 本來應該是這樣 可是Silver Sky出來之後 大概就沒有這種事 哈哈哈哈 是吧 是吧 我這樣講應該沒錯對不對 我們剛來路上還在聊 我們來的時候還在講Super Strat 對 好 所以這一支琴在以電Bass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所謂的Super J Bass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哈哈哈哈 但是我們好像不太會這個樣子講 不會說這個東西叫J Bass on Steroids 就打了類固醇的J Bass 哈哈哈哈 這個名詞是從Sedowski開始 對Sedowski 那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Marcus Miller Marcus Miller的JS Bass 就是被Roger Sedowski改裝 裝上的主動電路 但是很多人會誤會說 因為是Roger裝的 所以他上面裝的就是Sedowski 很有名的主動式電路 其實沒有他幫Marcus裝的 一開始是一個舊金山的公司叫Stars 那公司早就倒掉 然後後來那個東西很快就燒掉 他現在在上面裝的是Bassolini 這一支琴是我一個學生給我的教師節禮物 哇 對因為壞掉 沒有啦 就是那個琴的狀況其實還蠻大的 對 但是好了我把它修好了 對我有好好用 好 那這一支琴拿來秀給各位看 原因就是這是一支非常典型的JBass on Steroids 嗯 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保持Fender Jazz的樣子 是 好 但是他是24格 對 對他是24格 然後Maple的紙板 然後Ash Body 嗯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後面 你也可以看到為了讓他的高把位比較好彈 他沒有那個接合板 對一大塊的 對他把這一個地方的 削下去了一點 對的功能是相同的 有四個螺絲鎖定 但是去掉接合板 同時讓這個地方往下削了一點點 對 然後這邊也做得比較圓 對 所以當你要彈到24格的時候 嗯 你可以用小指彈到24格沒有問題 對 你看像剛剛那一支舞弦的Fender 我要彈21格我都要這樣彈 對 對不對 但是這一次可以很順利的到這邊 嗯 好 然後這個琴架我換過 那另外一個我們剛剛沒有特別講到的是 就是儘管看起來都像這兩顆實音器 但是其實這兩顆實音器的位置還蠻重要的 是 對 在60年代的Fender Jazz的位置 基本上大概都維持在那樣 但是在1973還是74 這個要再回去 但是70年代的Jazz Bass有一個特徵 就是他的後段實音器往後移了0.4英吋 嗯 對 所以他們之間的距離變大 是 對 那距離變大有幾件事情 就是他的那個mid scoop 就是中頻被消掉的感覺更明顯 是 然後你單獨solo後段的時候 出力會覺得比較小 你知道就是這個地方的出力 其實跟這邊出 你會覺得震幅不一樣 震動比較小 對對對 所以他的音量比較小 但是聲音聽起來更尖 是 對 更集中 那個會變得很70的特色 哦 對 好 那當然這一支琴是沒有放到那個位置 因為如果放到那邊位置 他要到這裡 有點太後面了 在這一支琴上面我做的改裝是 我把他的 原來單線圈的實音器換掉 換成Bartolini 但是這兩個Bartolini是雙 哦 所以他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有雜音 是 對 然後這兩個實音器跑到這支5格上面 哈哈 所以這支5格現在是用這個原來 這個Velmer的實音器 哦 對 然後呢 他原來裝的是Bartolini的NTBT吧 本來應該是 但是我換了Selowski的電路 是 對 我就想說要打類不存就打多一點 對 所以 我剛好有多的 我剛好有多的這個 你聽這個出力 我靠 有破嗎 再破邊 我小聲一點 對你小聲一點 對 OK啊 好 那是因為我剛多了他的低音跟高音 對 這是正常的聲音 大一點 大一點 先別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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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把他拉回來 OK這是什麼都不佳的狀況 然後呢 我把他的音色調到底 好低音 好低音 高音 你就知道為什麼他這麼受歡迎了 你出來聲音好甜哦 你這樣接上去你就會覺得我好像不太需要什麼東西什麼別的東西去潤色了 你大概只需要Compressor壓一下就好 對 Sadowski的Pre就是這樣 對啊 很多人不喜歡這個聲音 但是我愛的鑰匙 我覺得這個就是做的對的EQ跟範圍的設計這樣 然後這個當然就是 這是後段 然後 這是前段 對 那這個EQ我覺得唯一的問題就是他會讓你的前段跟後段變得比較沒有辨認性 差異比較小 對對對差異比較小 然後他最好聽的聲音是中間 對 這把弦的感覺很明顯 對因為因為他實在太低了 那當然我現在彈的比較大力 因為 對我還是可以做到像這樣的聲音 但是但是我故意把它放的比較低 你都會你會在很多的Jazz Fusion的演奏裡面會聽見這個樣子的 就是大弦的聲響 對然後這個東西又回到我們一開始在講的J Bass跟P Bass的問題 P Bass不太會有人這樣子跳 對 對 P Bass不太會有人跳這種聲音 這個聲音幾乎是J Bass的專屬 P Bass都會有一個中頻很明顯 對 因為唐克斯還很愛用那種Bass tone 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音色會決定你的演奏方法 手感會決定你的演奏方法 所以弄到最後你同一個人你拿J跟拿P 理論上來講應該會彈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聲音聽起來像我之前有在節目裡面推薦的那一首歌 那個是誰的啊 就很像麥可傑克森的那一首 像Pibas的那一首 就我之前有介紹一首歌 叫Diamond Ring是那個誰的 你如果下次再聽到這樣的聲音 這個就是標準的主動式的J Bass 對太明顯了 對 P Bass應該做不到這樣子的聲音 喔 對 對他是拿J Bass 像回響MV的畫面 對啊 你看這樣是不是就很容易辨認出來 對 對 就是這樣 那我跟妳講Super Straight的時候 大家很多人會想到那種以前吉他一種 中金屬之類 所以像J Bass也適合彈Metal嗎 J Bass是不是適合彈Metal 我覺得要看時代 要看時代 就是如果你是劍團的話 那當然有點怪 對那當然有點怪 因為他們要的音色不是那個樣子的聲音 但是你如果是J Bass拿來做Metal的話 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廣義來說 只要是裝這種長條形的 的實音器就算是J Bass的話 你知道Mateca的Robert Trujillo 到現在還是用這個 對 他的Fender的 對不起他的Worwick的簽名琴 還是兩顆EMGJR 對 對 所以那個不是太大的問題 是 對對對 不過我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他的聲音 就是我 很喜歡我 對 那張老師有沒有比較推薦就是 你覺得說哪些人用J Bass 然後你會推薦他們的音樂 人的話可以 我想一想 如果說你想要聽老的J Bass的Tone的話 Jaco是首選 他用62年的吳琴歌跟60年的友歌 對 如果我剛剛講錯時代的話 62年的吳歌跟60年的友歌 OK 然後 頭兩張專輯的齊柏林飛船 對 Jaco Jones那個時候用的應該是1962年的J Bass 對 他那個音色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老的J Bass的Tone 好 然後 有一個人 我想現在的小朋友可能比較不會聽到 卡本特兄妹 喔 好聽對不對 不會吵愛聽 卡本特 The Carpenters 其實是一個Bass手叫Joe Osborne 不是Azzy Osborne喔 不是不是 Joe Osborne 好 發掘的 然後Joe Osborne是非常有名的Session Player 是 對 然後他幫 The Carpenters 錄專輯的時候用的是1960年 然後有一點點瑕疵的J Bass 瑕疵都聽得出來 對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去抓The Carpenters的歌 你會發現他不彈Low A以下 因為他的E旋有問題 對 他的E旋有問題 他這幾個出來的Stone很 很 這他自己說的 對 所以 所以他通常都彈這個區域 對 The Carpenters的Bass 幾乎都在這個區域 很有趣 對 好 那如果說是Snap的話 那當然你就應該要聽Marcus Miller 對 Marcus Miller是70年代的 那種 組合的代表性的聲音 對 好 還有一位 就是如果你想要聽J-Space 在Rock裡面的應用的話 Rush Rush 對Rush的Geddie利用的是73年的J-Space 然後後來Fender有出他的簽名金 對 Fender有出他的簽名金 然後比方說Moving Pictures那一張專輯 那一張專輯我沒有 我沒記錯他應該是全部用J-Space錄的 對 然後他有接Drive 對不對 你可以聽到他那個Drive的聲音 對 然後那個 你知道Geddie利彈的聲音 那個打旋的音很重 對 那個聲音就是要靠J-Bass才做得出來 對 最後如果你想要聽更重一點的話 那個Rage Against Machine的 Teen Comerful 我希望我不要記錯他的名字 好 那他後來組了一個團叫Audio Slave 對 Audio Slave跟Sun Garden的 那個已故的主唱組的 那個團我超愛 對 然後那個裡面的聲音應該沒有錯是用J-Bass錄的 但是他使音器聽說是自己繞的 哇 聽說 聽說 對聽說 然後破音聽說是自己做的 聽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算了 怪人一個 對 好 那但是也許比較新的音樂裡面就比較聽不到 用特別是重的新的重型音樂裡面就比較聽不到J-Bass的 這種明顯的音響這樣子 對 可是他真的就是從歷史以來就是一個很代表性的音色 我們從小到大 你可能都一直聽得到這樣聲音的 對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聽到一首流行歌曲 你很難判斷說 這個Bass的聲音到底是什麼的話 你先猜J跟P可能比較有機會 對 也就是說 你如果說現在哪一支比較貴 比方說Fodera現在是大家最愛用的琴 然後結果你就猜每一支都是Fodera 你知道那就跟選擇聽 你全部都猜W是一樣的 對 一定錯 一定錯 對一定錯 那個機率實在太低 對 不是沒有但是機率太低 同樣道理在台灣的流行音樂裡面 你說用Riccan Baker的人有多少 大家都愛喔 可是用Riccan Baker錄音的人其實很少 對 因為聲音很 很明顯 對 很明顯 差點講比較不好的詞 我不會覺得不好 我不會覺得不好 但是 很明顯 就他有一個怪怪的聲音 不管是吉他還是Bass 對 所以一直在業界裡面有這麼一個說法 就是你如果拿這些高貴的琴趣 錄音師反而不會高興 但是你如果拿一支能夠正常發出聲音的J或者是P 的話錄音師通常都會很快的把你的音色弄爆 對 因為那個是他們處理過最多 而且最知道怎麼把好音色發揮出來的東西這樣子 對比方是像我們今天這個錄下去 儘管我用的是我自己的Pre 對 但是我們剛剛是不是確定把所有的EQ都拉掉 對 我們就等於是直接進去 對 對 也就是說所有各位等一下在這個影片裡面聽見的聲音 其實都是我的琴的聲音 是 對 好我們今天謝謝江大來我們就幫我們介紹JazzBass 大家還有哪些想要了解的樂器呢 在下面留言給我們一個五星評價嗎 現在不是 讚 哈哈哈哈 不是八星評價 哈哈哈哈 你不要看到江大有FPS 哈哈哈哈 嗯 這裡是Lopez 還沒唯一的 Lopez什麼 欸 更新嗎 還沒 沒有 還沒 會更新嗎 不要這樣我的心理全部用在貴公司上面好嗎 哈哈哈哈 然後對還有文章 欸對啊你可以去看我在樂手套上面寫的文章 基本上脈絡是一樣的 嗯 對我們在想辦法釐清很多 Bass界常有的迷思或者是你 覺得好像有點問題但是 不知道從何研究其的東西 像大家最近幾篇文章他都是寫一些那個 Bass上面會有的東西但你不知道他要幹嘛的東西 對啊對啊 其實幫大家這個釐清一下脈絡 然後你就比較知道說 你到底要不要裝 嗯 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關貴神內容的話 也可以點下面的連結 我們會把這樣大的文章全部在說明欄裡面喔 耶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大家好我是江麗萍 那今天這個單元就由我來介紹 然後我手上這一隻是我們家的寵物豬 因為我兒子說一定要帶他來見見市面 對他叫PJ 對 好啦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專輯是一個應該不會再發片的一個過氣的藝人 叫穿導魔術袋 對 大家最有名的印象就是他以前有一些事件 但是在我幫他錄這一張專輯 這張專輯是2004年的魔術袋 他那個時候用了一個Moniker 就是用了一個畫名 好就是那個Magic那個魔術 然後帶是取代的帶 好然後弄得很像這個藝人兩腳的樣子來做這個專輯 好那這張專輯其實賣得很爛 對我的印象是說那個時候好像只賣了1000張出頭 以當時來講是非常非常讚的成績 但是為什麼我要介紹這張專輯 原因是因為這張專輯是我個人第一次從頭到尾 每一首歌我都錄到 然後都編到的專輯 好然後這張專輯裡面有很多 現在來講是大咖的人來參加 比方說作詞作曲的人有什麼 范小軒吳清風啊 然後黃界啊等等 然後那個錄音的話 鼓手是現在在 他現在在929嗎 Robert 卓里希的 卓里希的時候我的團員 Robert然後我彈貝斯 然後張國喜彈吉他 真的張國喜彈吉他 難以置信對不對 然後現在在做那個 瘦子跟張正月的音樂總監 黃冠豪是Keyball手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等於是集合了 我們當時的這些 我們剛剛在開始進錄音圈的 比較OK的樂手 好來做這個事情 那我今天要推薦給各位聽的是 其中的一首歌叫小鹿藏道 其實每一首歌都很接近 是可以推薦的程度 那為什麼呢 原因是配合今天的主題 這一張專輯我是用 從頭到尾全部是Jazzbase 然後進錄音室的API的Preamp 就沒了 就這樣是直接捅進去錄完的 而且那一支Jazzbase 不瞞各位說那一支Jazzbase 是當時號稱菜刀中的倚天劍 SX真的 那一支琴我花了7000塊買 然後我裝了Custom Shop Fender Custom Shop 60的實音器 然後換了Ballax的橋 然後裝了CTS的POT 然後我就這樣進錄音室 把那一張專輯錄完 對如果有機會你可以聽一下 那個Bass超大聲 而且我不講你絕對不會相信 那是SX可以錄出來 好那這件事情就是 就是反過來講證明了 我們在節目中提到的觀點就是 電Bass這個東西特別是J跟P 其實是木材的組合 對你不一定要去想說 因為誰做的比較有名 所以你就要去用那個牌子 你就可以以為這樣會得到 比較好的音色 其實沒有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在幹嘛的話 你知道你只要需要一支成本 大概那個樣子的東西 其實在錄音室裡面 就已經可以無往不利了 這就是我今天要介紹 這一次我去之的理由 好那請大家有機會之後 可以聽一下這張專輯 有了專輯本身還是不錯 雖然賣得很爛 好就是這樣 OK S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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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賣樂器的話 也可以點下面的資訊欄 找到你需要的服務哦 當然別忘記鎖定樂手抄網站 給你最新的音樂續席 與樂器新知